消防人员身上的这一整套就是新添购的消防装备 除了消防衣帽鞋还有消防裤头套消防手套等等 而这一整身刚好就是消防人员在抢救灾的基本防护装备 不过消防第六大队在前阵子调查 一销个人消防装备时发现 有好多套消防装备都超过年限 却碍于消防局预算有限 没有办法立即的针对一销装备更新 在得知之后新北市医院白佩卢也已建一款200万 协助添购了一批消防衣帽鞋 一销同仁的这个装备呢需要改善 所以在检验过了以后呢 陆续的来到货 那就采购了这个52套的一销的装备 那因为一销的装备就是他们平常是有受邪情 包括我们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 细止社会地区的气爆案 那如果装备齐全的话 那对于我们一线一销同仁呢 也是一种保障 充足的消防装备器材 对我们不管是锦销同仁还是一销同仁 他们在火场的抢救上面 都有相当的防护作用 在12月9号黄河街的这一场气爆案呢 穿着消防衣帽鞋 穿戴整齐化对同仁的这个受伤情形 可以说是产生了相当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所以这一次装备器材的一个充实 对我们异销同仁来讲 在他们未来在从事相关的在抢救工作方面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尤其在前阵子 细止事后地区发生起爆意外 造成消防人员受伤 更显示出消防装备完整的重要性 而已规定消防衣帽鞋的年限是五年 有感于消防衣室防护消防人员 在面对高温的防护装备 也确保消防人员安全 消防六大队也感谢议员白佩如鞋 协助争取添购52套的消防衣帽鞋 提供细脂金山以及万里益销更新 让他们执行救灾时能够更安全 我们消防及益销同仁的消防衣帽鞋部分 他们大部分都是可以耐受温度将近900度左右的 一个高温的防火材质 那在这个防穿刺的部分 他们有特殊的织法 所以我们在火场里面 如果有遭受到一些铁片 或者是玻璃的部分 它可以防止我们同仁在火场里面受伤 易销跟警销的装备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因为易销的装备已经年久老旧了 那所以装备的部分由这个服务处这边来协助争取 那警销的部分是由我们消防局来采购 所以很高兴相关的这个装备呢 陆陆续续来到货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了一下 不论警销或易销的装备呢 在我们六大队呢 有这样的设备陆续到位之后呢 让整个群区的这个各项 不管警易销同仁在出勤有多一份的保障 在救人救灾前 消防警易销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 一文白佩如希望好的消防设备装备 提升防护力 以及消防整体的救灾能力 就像慧玲 细致 裁缝宝导